马来西亚男子羽毛球队在2022年展现了新的气象 更显王者风范 重回世界第一宝座或许指日可待 刚在昨天2月20日结束的亚洲羽球团体锦标赛中 面对上一届未免冠军 气势如红的印尼队 马来西亚男子羽毛球队依然成的筑气 更以3比0的巨大优势赢了比赛 大家好 今年亚洲羽球团体锦标赛再度上演大马硬碰印尼的精彩对决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三组前职极佳的马来西亚男子羽毛球选手吧 在首场男单赛事中 大马头号男单李子佳 目前世界排名第7 对上世界排名第515名的印尼选手齐科 双方自开赛后便打得十分胶着 齐科最终以21比14拿下首局 第二仗 李子佳成功扭转颓势 并以21比12扳回一局 比赛来到决胜战 李子佳从头到尾不给对方任何机会 最终以21比10战胜齐科 为大马奉献珍贵的首分 李子佳也凭借此意 将两人的交手记录提升至四胜一赴 接下来登场的男双赛事中 大马东京奥运男双同排得主 谢定峰和苏伟一面对前世青赛冠军 李奥与丹尼尔 双方自开赛后便速度交替领先 但最终以17比21不敌印尼组合 进入四局后 谢苏组合打出4比0的开局 而且一直保持优势 最终以21比13获得胜局 最后的决胜局双方打得异常激烈 分数也咬得很紧 但谢苏组合不负众望 以21比18终结了这场比赛 帮助大马一总比分2比0领先印尼 至于第二南单战役方面 大马世界排名47位的黄志勇 对战世界排名第90名的印尼选手伊赫桑 黄志勇整场比赛始终保持领先 很快的便以21到14拿下首局胜利 而第二局 虽然伊赫桑曾努力把比分缩小至一分 但最终黄志勇还是以21比15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帮助大马以3比0击退印尼队 总结这场赛事 虽然参赛的国家包括了马来西亚 印尼 印度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香港以及哈萨克斯坦等羽毛球传统强国 但很明显的 多国都未派出他们最佳的球员 反而是让新秀或世界排名较靠后的球员参赛 所以虽然马来西亚队荣登此赛事的冠军 但并不能具体表现他在国际羽谈的实力 好 视频的最后 就让我们祝福马来西亚羽毛球队能平稳向前 朝世界第一目标挺进 我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收看